您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的珍贵影像 1942年2月5日 英国驻印度总督比利斯哥邀请蒋介石访印 蒋介石希望英国增加对华的军事援助 于是便接受了邀请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派遣大量军队前往东南亚 1941年12月8日 日军趁着美军的混乱 开始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等地发起进攻 并且迅速将其占领 当时东南亚许多国家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日军入侵时 英军根本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攻势 纷纷溃逃 1942年1月 日军自南向北进攻缅甸 一路势如破竹 英军向印度逃窜 由此引发了印度危机 在此背景下 英国以中国为四强国为由 邀请了蒋介石访印 1942年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英国却无法动员印度本国人民参与到反日战争中来 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甘地 更是保持着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 并不想同英军共同作战 更不想让印度为英国人去抗击日本 由此拒绝介入二战 画面中是蒋介石和尼赫鲁交谈的场景 当时的尼赫鲁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领袖 其地位仅次于甘地 尼赫鲁和甘地不同 他明白 如果要实现长期以来寻求的独立 当务之急是充分支持盟军 打击妄图奴役世界的包括日本在内的轴心国 在尼赫鲁的号召下 印度人开始以每月五万的速度加入军队 蒋介石此次访印 分别同尼赫鲁和甘地进行了会谈 并会晤了印度回教领袖 为促成共同抗日 加强中印邦交做出了贡献 给你与赫鲁和甘地进行了 转发出了财献 赫鲁和甘地进行 当然 让小房间 它的